今日用輕黏土製造一個黏土型公仔 白色黏土再用廣告彩或塑膠彩混色 再用牙籤、鉗和筆刀 不需要有太複雜的工具 公仔裏面會加一些很幼的鐵線 將兩條搭一起屈 頂部製造一個小魚圈做頭 拿其中兩隻來做手 度下左右兩邊的長度要一樣 多了出來的長度便繞回中心 剩下兩條便屈出對腳 製作動作 用一塊白色黏土 黃色和紅色大約3比2 混合一個皮膚的顏色 想皮膚深色少少可以加一些啡色 撕一小塊出來做頭 將黏土刮進去之後 用手指慢慢將它繞成一個圓形 臉可能繞到也不平整 我會另外再滾一塊臉皮給它 蓋上正面的地方 邊緣的位置會被頭髮遮住 頸的摺駁位可能不太平整 所以我會另外再加多一條黏土去摺合這個位 搓一條長型的黏土 包著兩隻手的鐵線 截駁位置用牙籤棒塞進去撈平 身體的地方 照顧公仔的身形去加一塊黏土 貼手腳黏土的時候 要由正面看到的地方押下去 這樣便可以令包裹的痕跡收在後面 用兩點細小粒的黏土 壓平做水滴形狀 再用牙籤的尖尖 黑一個耳殼的紋 手指點少許水 塗進要黏耳的地方 輕黏土碰到水便會有黏力 將耳朵輕輕放在上面便會黏實 用牙籤稍為將耳朵邊緣壓平 等它與臉融合 扣一塊黑色的黏土 放在牛油紙上滾平 邊緣用間且切齊 再壓薄一點 黏土在公仔的腰位輕輕放下去 不要緊緊 左右兩邊輕輕貼緊對腳 中間的褲浪位剪走一個細三角形 因為這條是鬆身的褲 不會完全貼身 一個人跑的時候 褲背有一邊貼腳 另一邊便會很鬆 公仔後面同樣加一塊黑色 修剪重疊的位置 褲浪位也是剪走三角形 用手指尖把兩塊黏土 輕輕推到貼合 混合一塊紅色黏土 在牛油紙上壓平 將這塊紅色切成兩個細的長方形 放在一邊等它乾一點 這個時候混合一粒藍色黏土 撕兩粒剛好包著腳掌的份量 由腳底底開始慢慢包上去 將它推成運動鞋的形狀 整兩片細細片橢圓形的藍色 用牙籤滾得好像薯片般彎彎 將它貼在鞋面 用牙籤押回鞋的回形出來 搓一條右的藍色 圍在鞋頭頂部的位置 剪一塊細細的灰色貼在鞋底 用牙籤滾平鞋底的位置 筆刀夠薄夠尖 適合用來調整鞋邊微細的直線 割一些鞋底的紋 在後面再加多條白色邊 把兩塊乾了少少的紅色出來 用筆刀刻下領的位置 剪出領位和袖位 修剪下件衣服的長度 用這塊合身的紅色 墮落未剪過的塊度 用黏土加厚少少的身 因為褲子有厚度 如果直接穿衣服 胸厚的位置便會黏住 順便身家的黏土 都會增加公仔的黏力 上面的摺駁位 會是前面那塊搭著後面那塊 那就不容易在正面見到摺口 修剪兩件衣服摺駁位多出來的地方 搓一條右的白色 做三袖和領口的白邊 用黑色來做頭髮 每次撕少少黑色 將它搓尖 一條一條黏在頭上 先做後面 由最低的地方開始 頭髮一層一層地慢慢掩上去 然後就可以做樓海位置 再在後面慢慢加厚的頭髮 令整個頭型看起來更飽滿和圓 想它卡通一點 可愛一點可以加一條外毛給它 手掌的位置 抽分一條鐵線圈出來 將這條短鐵線摺下去 屈成這個形狀 混一隻典型籃球的顏色出來 拿一顆適合它比例 或者大粒小小的黏土 將它搓圓摺到鐵線上 再用手慢慢把它弄圓 用牙籤把球的表面撈平 戒上籃球的坑紋 製兩塊很細塊的白色 先做好眼影 在貼眼睛的位置塗少少水 將眼白貼下去 搓兩條黑色做眉毛 眼鏡的位置 只是框下面就可以了 戴眼鏡的話 就要製個鼻哥 到眼鏡托的下面 如果沒有戴眼鏡的話 可以不用製鼻哥 通常打籃球戴眼鏡的人 都會用眼鏡帶的款式 嘴巴用一粒非常細點的粉紅色 用筆刀一下 刮兩片唇出來 眼睛瞳孔的位置用廣告彩 首先畫了最大範圍的底色 然後畫少少淺啡色做提亮位 眼珠中間點一點黑色 嘴唇中間的位置 畫少少白色做牙 畫一件波衫的紋 畫的時候要非常小心之筆 不要插到其他地方 如果真的不小心插到顏色 可以即時用濕了的棉花棒 輕輕搓走它 用一塊預先搓好半乾狀態的白色黏土 剪出波衫上面的數字 一前一後剪兩塊 把數字的背面印到濕了碎的紙巾上面 令到它有少少黏力 就可以把它黏在衣服的中間位置 再在上面用水筆去畫黑色 波鞋的鞋帶用廣告彩來畫 畫上面的logo就更加像了 用右的黑色水筆填滿藍球的亨文 感受大公告成 原本一隻黏土公仔沒什麼特別 但如果參照一個人做得好似 送給對方便很有意思 小小隻可以用來做鑰匙扣 不過如果你怕花心機做的公仔 會在街上跌了 就不如拿盒子裝著它用來做擺件 南 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